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有一次拍戏拍得很累 拍了一整夜没有睡觉的那个状态 然后第二天突然剧组说 那个下午没有你的戏了 我立马就是从无锡就是坐车去昆山 其实我是应该要睡觉的 但是我还是赶回家 然后跟我妈说我想吃你做的那个面 张希云现场更是爆料 自己平时还是一枚贤惠的小女子呢 不过就是自己做的饭有点像黑暗料理而已 我做的饭都是有点像那种黑暗料理 就是你们永远想不到的那种搭配 我会把它们搭在一起 可是意外的发现都很好吃 这次张希云参与的公益活动 也是围绕吃展开的 据说公益直播所产生的打赏收益 将全部用来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改善午餐营养 所以新宇啊 你还是再多吃一点吧 好 好 好 aan